台灣的街頭小吃很多 今天我示範做的這一款 做法簡單 材料也很容易準備 就是這個手爪餅 為什麼會說到手爪餅的材料比較簡單呢 主要是麵粉 水 油 少許鹽 今天的材料也會用到蔥花 所以也會叫做蔥爪餅 正式開始示範 這個手爪餅我會分開兩部分來做 先做麵團 麵團做好之後 然後我會做軟油酥 先做麵團的部分 這個麵團我會用到半湯麵 所以我會把部分的水煮滾 把麵粉倒進大碗裡 稍微用筷子弄一弄鬆 等水滾了之後我就會撞下去了 水滾了之後就可以直接倒下去了 基本上烏麵最少要90度才叫做烏麵 滾水倒進去之後就弄鬆麵粉 把旁邊的麵粉都推回中間的位置 麵粉弄鬆到好像這個狀態 然後就可以把冷水倒進去 冷水其實只是室溫水 然後這個冷水加進去 今天用的麵粉的筋度大概是9% 即是蛋白質的含量是9% 如果用高於這個比例的話 用的水可能會增加 盡量在冷水那邊做增加 用筷子弄成團之後就可以用手來搓 這個屬於半湯麵 半湯麵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它燙熟了部分麵筋的時候 令到麵團的可塑性比較高 嚴展性會相對好很多 嚴謂嚴展性就是我們通常把麵團推開的時候 它的收縮是沒有那麼強勁的 等一下我去到那一部分 我就會告訴大家 嚴展性在哪裏 好 盡量把那些粒粒拆軟 麵團現在仍然有點溫度 所以它會比較黏 當它冷了的時候 就不會那麼黏手 麵團拆好了 拌回它變成一個波 好 像這個狀態就可以了 因為這個麵團需要一些時間鬆弛 最少一個小時 或者隔天做都可以 可以做了這個麵團之後 摸少許油在表面 然後用一個膠袋套住它 如果即日用就可以放室溫 如果隔天的話 最好放回雪櫃 抹了油是防黏的 這樣就可以放在一邊 一個小時之後 就可以回來把它分割了 麵團鬆弛的過程中 我就準備油酥這一部分 油酥主要是油和麵粉 加少許鹽 油就需要煮滾了 另一面我會把麵粉 中、低筋都沒什麼所謂 因為待會會燙熟 我就用麵團的麵粉 先把它過篩 把粒粒可以打散 好 接著就把鹽加進去 拌均勻 剛才說到油酥 一般中式麵食裡面 油酥會分軟油酥和硬油酥 今天我示範做這個 是軟油酥 軟油酥意思是 我們不能用手拿得到 相反硬油酥是可以用手拿得到的 通常都不會用液體油 油大概煮到有少少無煙的狀態就可以了 把它一次過倒進去 要小心 因為油都很熱 把麵粉和油拌勻 因為油夠熱 這樣撞下去的麵粉的時候 令到麵粉就好像油炸過一樣 有些香味 這個油酥一定要完全冷了才可以用 亦都可以預早準備 這個可以放在一邊 正式做這個手抓餅的時候 需要預備一些簡單的工具 例如一支麵棍 預備一個盤 這個盤需要稍後倒些油 另外就是這個膠袋 這些膠袋很重要 因為稍後我會把手抓餅 推到很薄的狀態 某程度亦都需要這些膠袋幫助 保鮮紙不適合 因為保鮮紙太薄 以及太過彈性高 這些膠袋我會預先裁定一部分來用 裁定一個長方形 用來推薄用 裁定另外一些 大概幾張左右 正方形的 有不同的用途 這個就要預先預備好了 好了 麵團鬆弛好了 可以把它分割 這個麵團大概可以做到五份 每一份100克左右 在分之前 預備了這個盤 這個盤 我就把油倒進去 麵團分好之後 我就會逐一放在這個盤上 分開五塊 平均的 大概100克一塊 分好五塊之後 如果太多碎的話 就要稍微把它弄成一團 不需要刻意弄完 好像這樣就可以了 逐一做好之後 放在盤上 好 未溶住的關係 未溶住的關係 我們需要用袋子蓋住 避免它表面封乾 結了一層硬皮 這個皮就不太好吃 好 先拿出其中一塊麵團 然後用剛才這個膠袋 剪開的 蓋上表面 好 用面棍 稍微把它推開 左右兩邊 如果它黏膠袋 可以抹少許油在表面 好 推到好像這個這麼薄 剛才說到半湯麵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說到它的延展性和可索性比較好 就好像現在這樣 推到好像紙那麼薄 但它不會穿之餘 它也不會收縮 這個就是一個半湯麵的好處 推到那麼薄之後 就可以將剛才做的那個油酥 掃下去 因為下面有鹽的緣故 每次用的時候 要稍微攪拌均勻它 拌一殼出來 可以用手來推開它 摸到那些粒粒其實是鹽 因為鹽溶不到在油裡 盡量推開它 讓它的鹽可以平均分佈 推好這個油酥之後 就可以加一些蔥花 如果喜歡胡椒的話 可以放一些白胡椒 撒下去 少許就可以了 讓它增加多一點香味 至於這個蔥花 記得一定要切得比較幼 像這個一樣 因為避免它刺穿皮 剛才說的皮好像紫薄 如果是蔥花太粗的話 很容易會刺穿皮 主要我都是放在中間位置 而且不要貪心 少許就夠了 好了 夠了 接著就可以捲了 捲好之後 稍微握緊 讓它收口可以貼伏 讓蔥不會漏出來 輕輕地拉長 然後我的捲法 由兩邊向中間捲 捲到中間之後 其中一個就搭在上面 一個在上面 一個在上面 一個在底 兩個螺旋形 重疊 稍微用手壓一壓扁 像這個狀態 然後放回盤上 讓它鬆弛大約20分鐘 之後就可以推薄 然後就可以直接煎 好了 這個爪酥餅的麵團 已經鬆弛夠了 就可以拿出來推薄它 未用的那些 仍然是要蓋住它 好了 剛才我就製了一些 大概正方形的 一些膠袋片 就是這個 好了 先把它蓋住表面 用手稍微壓一下 然後用麵棍來推開它 從中間向上 向下這樣推 推到十字形 然後打橫 向左向右 大概推到十六十七cm 左右就可以了 但薄也應該有厚度 太薄其實不好 因為太薄的話 它之間 譬如剛才我們用了一些油 來到左隔 太薄會導致它層去層之間 會糊黏在一起 我示範一次 就是如果我推薄了之後 我連同這張紙 加上這個餅 拿起底 好 反一反它 好像現在這個狀態 放回到桌面 如果我是要做定一批 我就會建議用這個方法 一塊餅 一塊紙這樣隔著它 它就不怕 餅和餅之間混煙了 如果不是馬上吃的話 可以用拓盤 放回到冰箱 冷了硬之後 然後拿出來 用一個密實袋 套住它 然後就可以放進冰箱 保留的時間 可以保留到一個月 那麼久 記住了 如果是雪硬之後 不需要解凍 直接預熱的煎餅就可以煎了 如果現在要馬上吃的話 這一刻就可以煎了 可以推一件煎一件 推完五件 一次過煎都可以 好了 預熱了煎餅之後 放一點油 一至兩茶匙左右 好 還有一個中火煎 好 大概單一面煎分多鐘就可以了 其實我們看到表面出現了一些半透明的狀態 那就表示了另一面就開始熟 這樣就可以翻它了 好 另外一面也大概要煎分半鐘左右 好 差不多了 那就起鑊了 然後呢 我們就用手來爪鬆它 這樣用幾隻手指這樣爪鬆那些層次 將它向中間這樣推壓 這樣就可以出現一些比較蓬鬆一點的效果 這樣爪鬆了就可以了 好了這個手爪餅就煎好了 傳統的食法呢 他們會加一些芝士雞蛋 做成一個蛋餅的狀態 當早餐這樣吃的 那我想香港人見到這個東西 就會想起咖喱的 那至於怎樣吃的話呢 其實隨大家喜歡 最重要就是喜歡我們今天的食譜 那記得不要輪食 給我們一個like 啦